中文字幕 李宗盛 遲到太久了 遲到 遲到 遲到太久了 來來趕快 來 對面 先排好 你要不要進來 我走進來 大家可以嗎 麥克風 對 大家可以嗎 主席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高宏案一審被判貪污之罪條例7年 那會不會覺得說這判得有點太重不符的比例原則 因為過去有相同類似的判例 但都沒有判這麼重 當然第一點我們支持高安上訴 去爭取自己的清白 那這個案子是這樣 你再問比例原則 第一點我還是 因為台北民眾黨當時是一個新興政黨 也沒有在立法院沒有經驗 所以事實上他的什麼公基金的制度 也不是他發明的 是他的助理 之前是前立委李俊毅的助理 所以把那個制度帶進來 所以他是 就照那個制度去執行 所以我相信他本人是沒有說 要去搞什麼貪污的意圖 而且事實上 最後法官說11萬 所以我認為他是沒有什麼貪污的意圖 制度也不是他發明的 事實上我們也有人去按寧申告 去按寧申告李俊毅的這個事件 不過到現在為止 檢察官好像也沒有處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法律就是維持一個 平等就好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 同樣的法律適用 這樣就好了 主席他怎麼看就是柯建明 剛才就發文他就說 尊重司法判決找回新竹榮光 你覺得他在建立新喜嗎 唉我跟你講柯建明 算了不要講 我跟他以前也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他 他經得起茶 好不好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小心 小心 慢慢找慢慢找 小心小心小心